不是第一次 上次四線齊嵐 這次亦相當嚴重 就是雙撞 整個新的信號系統的設置 就是如何防止列車雙撞 因為由一個固定區間 會轉為一個移動的區間 而列車的行駛時會相當接近 所以這次整個雙撞的系統 就是防撞系統沒有啟動用 這個是非常值得關注的 現時公眾是非常關注的 而我們立法會也是非常關注的 就這件事我已經是和鐵路士小組主席 鐵路士小組主席易志明議員溝通 希望他可以和政府和港鐵方面聯繫 爭取開一個特別的會議 等港鐵和政府有初步一些調查的內容之後 就上來我們立法會裏面接受議員的提問 和向公眾解釋有關的情況 今次的事故亦都會令到 整個新的信用系統 啟用是會令到市民的信心大打折扣 所以我也要求港鐵 就一定要清楚交代這件事 令到市民是有信心 否則在所有測試完成之後 都一定要做更多的測試 才能夠去啟用這個新的系統 現時這個舊的系統都會 需要維持一段時間的運作 但是我們傳彎線的使用情況 已經是非常之嚴峻了 現在每天都是迫爆的 如果這個信用系統沒有辦法 預期使用可能會對於整個船灣線 人口的增長加上使用的情況 是會更加嚴峻的 所以希望港鐵和政府 盡快出來交代事件 Mr. Chen, are you concerned that the anti-crash system did not work at this time and the trains actually collided? I'm very concerned on the prevent crash system because the whole system developed based on the preventing crash system however this morning's incident I cannot find it the prevent crash system have worked very well so I hope the government and MDR Corporation Limited should come out to give more information and I have called the subcommittee Chairman Chen Qi to try to arrange a special meeting as soon as possible 好,謝謝 好,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